yo 好 那我們再看201頁 這邊有個問題看第三號 問金眼絕通 未絕本中為他不業 現在問一個問題 你現在眼絕通就是絕斷要裁斷 要來匯通 現在有問題了嗎 我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要來裁斷 要來匯通他呢 未絕本中為他不業 是要絕斷要來評斷 我們現在是四分率嘛 本中就是四分率 是要來我們四分率有問題 要來幫他解決 還是他不就是他不利 要解決他不利呢 未答 習人不小 病允絕通四分 所以古代的人他不完全了解 不小 他認為說我們現在道宣律師 他要去處理這個問題 只處理四分率的問題 我們四分率 譬如說我現在遇到戒律的問題嗎 那我們本部律有問題 那我要決斷的話 我就引本部律來處理嗎 那別部律跟我沒有關係 不要管他 只有我們四分率 他下面講 金譯不來 金就現在 那金譯是指這個宋朝的臨自律師 這刑事超是唐朝 現在這個字 這邊是這個 宋朝臨自律師寫的 剛才我們講那麼多 是宋朝臨自律師在整理的 所以 他是大律師把刑事超的 穩能能夠消失這麼 詳細清楚 所以他自問自答 所以宋朝臨自律師他就講啊 說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但有時事或其所未行 或諸家意見 學者遺佣 固有絕通 這本來 有時事 就由於呢 發生當時的事情呢 就是說我們紀律有問題了 到底是 一下可不可以啊 破案居可不可以啊 或是請假呢 要請七天還是十五天啊 要諸主這些事情啊 那你自分立沒有記載啊 事情發生了怎麼辦呢 或許所未行 或是古代沒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可是你現在發生過了 就像我們現在來處理一些 距離的問題也是這樣啊 我們到處也是呢 處理很多問題啊 因為我們現在的 這個要解答 跟古代要相平類的 那你要再用現代的旅言 來解釋啊 那可是有些問題是 古代根本就沒有發生啊 或沒有發生那你怎麼解決啊 或諸家意見 就是有些人他有不同的意見 他要再處理這個問題 那學者遺余就懷疑或是主色了 余余色嘛 就不通了啊 到底怎麼辦啊 那可不可以請假啊 可不可以呢 遺下啊 可不可以怎麼樣啊 或是你這樣講說破下 那他說不破下 那到底是怎樣啊 所以 故有絕通 所以才都有這個絕通 就是 這個問題發生了 要怎麼樣解決他 要匯通他 到底可不可以做 這樣做 犯不犯戒啦 可不可以做啦 這是戒律啊 我們經论也是這樣啊 經论這樣講 有沒有道理呢 是佛說的嗎 這樣判對不對呢 一樣啊 那原來要絕通 就是碰到問題要絕通 的原因 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這時候呢 要絕通的時候呢 施分率會發生這個事情 別部率也會發生這個事情 不是只有施分率啊 就像我們去南闖國家也是一樣啊 他們有些問題呢 也是呢 我不是跟你講過嗎 我們開戒律研討會的時候 國際戒律研討會的時候 提出一些問題呢 都是很難解決的啊 因為他只有一部率啊 那所以啊 這個 本部率或是他部率都會有 若而 所以 林治律師他又自問自答說 如果照你這樣講是 本部率也要解決 他部率也要解決 何以前文序律缺也 那前面的文章 就是道訓律師的文章呢 他敘述說 律缺 律是指本部率啊 是指施分率啦 施分率的文缺了 我們才引用文訣嘛 才引用釋分率的文啊 或釋分率的利為主啊 回答 指油律缺 就是原來 原來的發生的原因 當然就是因為釋分率找不到律文嘛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嘛 所以指油 這個 這個 旗有律缺 這個字應該是 是 他呢 因為他緣起呢 是由律文的缺乏 所以呢 才誤令釋案 才會讓事情呢 案就是沒有辦法處理嘛 就是 迷案了嘛 這問題怎麼樣 就原來的 發生的原因 當然是從本部率發生 不能夠解決 才會要找本部率嘛 他才講說律缺嘛 但是呢 事實上不是只有本部率 所以更為明知 我更加再來說明 這個道理給你聽 他分四點 這個第一點 就是用本部率 來決通本部率 好我們看第一個 自有本文 還決本利 就是我現在發生問題了 我找本部率的律文 來解決 我本身 律文呢 看起來有問題 譬如說 如受益中 适於促行 受益就是請假 請假當中 他解釋呢 於促行 就是他到其他的地方去 出了大戒以後 那 這個 這個文呢 也就是說 他可以請假 你要到其他的地方 他可以請假 他可以受益 他可以請假 那可是本部率的律文呢 看不是很清楚 他沒有直接講 你怎麼樣請假 可是其他的地方有 即以自治中 出戒外決之 我們在自治裡面有明文 自治裡面有明文呢 他呢 這個 有這個出戒外 他有餘促行 他有明文 他就出大戒嘛 那就表示他自治的時候 他請假嘛 那你平常也可以請假 所以你就用本部率 去解本部率的文 決斷 又此律 素欲 不批所為事 還以四分名相欲出 開虐說戒絕之 此律就是指四分律 我們四分律呢 素欲 不批所為事 這個素欲呢 這個素欲就是 素就是 過夜嘛 這個 出家人的戒律 過夜呢 他是看明相的 你晚上呢 其實你凌晨半夜 你看我們現在的明相 比如說你在五點啊 五六點呢 我們現在呢 五 我們現在五點多 我們就明相出來 我們現在夏天了 你呢 四五點你就出來了 四點半呢 五點你就明相就出來 你看我們現在七八點還天那麼樣 你這個明相出的時候 慾 慾就是說慾 明相出以前都是半夜 那慾就是說慾 就請假 那在戒律裡面上他規定說呢 說慾不得過明相 說慾不得過明相 說慾不批所為事 就不能夠加批 你所要辦理的身事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請假的時候 譬如說我今天我們要做節目要開會 有人請假不來 那我們晚上才要做節目 那半夜做節目的時候呢 這所謂的今天 你看我們出家人很早起來 四點就起來了 做早課 那我們要做節目 要做節目有人請假 他要去大聊去煮飯菜 做早課呢 因為明相還沒有出 他請假 他請假呢 要做節目呢 你做節目呢 你如果過了明相 比如說我們呢 本來是做早課要做節目 那所以他要請假嘛 他請假他去大聊 結果呢 我們想 還是呢 全部的人都參加好了 這個這個 或是呢晚一點 我們早課做得太晚一點了 過了明相 或是我們晚一點 我們吃飽飯再來做節目 這個人請假是在明相之前請假 你做節目呢 是明相之後請假 明相就是已經看到太陽了 看到這個亮了 你才做節目 他請假 是在今天沒有做 所以今天有這個明相的問題 那這樣呢 不能夠加批所為 就是你那個請假法是失效的 你請假法失效 這個人請假是沒有效的 那就少一個人 沒有請假 你做節目法不成就 因為做節目法 每個人都要參加 那這個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就下面講 還以四分明相欲出 開虐說戒覺知 那有人就會問了 現在也有些人這樣問 早課不可以做節目法 半夜不可以做節目法 我說誰規定的 他說對呀 他說對呀 這個明相未出 不可以做節目法 我說不是 他下面不是講嗎 明相欲出 明相欲出 明相還沒有出來 快要出來之前 你做了節目 你做了什麼節目 你送戒 開虐說戒覺知 你開圓可以虐說戒 而不廣說戒 我們廣說戒 你要送戒要送 比如說比丘戒要送250條 你送完呢 要一個小時了 現在沒辦法了 已經呢 你現在呢 找課呢 你才要送戒的時候呢 那這個 一小時明相就出來了 有人請假不來的 所以虐說戒 虐說戒就是不要送250條戒 送個四條十條 二篇的這樣就好了 十幾條就好了 就結束了 所以 送戒是做節目法 可不可以送 可以 叫虐說戒 可以做節目法 但是趕快做完 趕快做完 有沒有人請假 有 有人請假 但是沒關係 因為我們節目法 已經在明相出之前 就做完了 明相出之後 請假法失效了 沒關係啊 我們節目法已經成就了 這樣知道吧 所以並不是呢 晚上不能做節目法 或是早課不能做節目法 而是你做節目法 的時候 有人請假 他不能夠 超過明相 所以你要趕快做完 那這樣就沒有關係了 就好像虐說戒呢 你趕快把送件 把他送完 那這時候你不要送250條 你就送 比如說送個四幾條就好了 那這樣呢 就結束了 那這樣 有人請假有什麼關係 有人請假沒有關係啊 做節目法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你在明相出之前 都把節目法做好了 那就可以加配所為事了 所以律上講說 請假不能夠加配所為事 你若是在晚上請假 那這樣不可以做節目法 這句話 這句話呢 你要解釋 那所以他在隱私奋力下面的 虐說戒 來解釋說 其實不是晚上半夜不可以做節目法 而是怕你節目法呢 會在中間 就是你節目法呢 像明相出之前 是在這裡的 你節目法呢 你在這時間之前做 要做到明相出 所以如果有人請假 這個節目法呢 就會不成就 這樣懂嗎 他不能在這個節目法當中 節目法你可以 要嘛你就趕快 明相出之前趕快做完 這是半夜啊 你做完節目法沒關係 有人請假喔 或是你呢 有人請假 但是呢 這個請假的人呢 你不要再隔在 明相出跟明相未出 這兩個中間不要 要嘛你明相未出之前 你請假 而且做完結謀 這樣也成就 要嘛你呢 要請假你就 明相出後才請假 而且也是結謀法才 明相出後才做 這樣才可以 所以不是說結謀法不可以 在半夜做 不可以在找課做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律上 雖然有講這句話 是因為有人請假 他在明相出之前 後的時候 跨越了這個結謀法的時間 那這樣 明相出結謀法就失效了 那你還在做結謀 有人不來啊 所以你結謀法失效 所以用四分律的律文 再來解釋四分律 讓你明白 剛才那句話 是有條件的 你要好好解釋 不是看 所以我們在判斷律文的時候呢 很多人在學界的時候呢 會死在巨下 你看這句話啊 這個明相出之前呢 不加配所為事 就死在巨下 就是這樣 那個條件 那個狀況 你沒有完全了解 所以 為什麼經論也是這樣 我們說 離經一致如同魔說 那你呢 死在巨下 你這個 這個 這個 執著這個文字啊 三世佛冤啊 拘泥這個文字 三世佛冤 就是佛不是這個意思啊 這句話不是這樣解釋啊 你怎麼解釋 一定這樣子啊 戒律也是這樣 經論跟戒律都是一樣的 你這個思維就是要知道 為什麼要這樣子學呢 一樣 看到這個律文呢 就像我們現在學經論也是一樣 啊 這邊一定不可以 不一定可以 你沒有在用以經解經 那邊講不可以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這邊是用本部律來解釋 本部律 啊 再看下面 啊 所以 再看下面 說又如 翻過來 2202頁 又如和和結界 還以泥泥界中渡和厥吃 我們要結大界 結界 結界 結大界呢 有河流呢 本來是不可以結進來的 他如果在那邊的河流 他就過不來啦 你怎麼結大界呢 所以 那難道河流都不能結大界嗎 這邊呢 在用比丘尼的戒律當中呢 他可以渡過河流 就是他有橋 或是他有船 所以這個 在行事超呢 你看那個第一啊 那個小柱那邊呢 他講和和姐姐裡面呢 借中游水得和和否 問 回答 律中何者呢 除常有橋船梁得解 就是你這個河流呢 他有橋過去 他有船過去 那這樣就可以把這個河流 這個範圍結進來你的大界 如果沒有橋也沒有船 你就不可以把它結進來了 你要縮小 不可以包括這個河流 若死留著不得 你就一直都一直在流呢 也沒有辦法過去 你這個不可以結進來 所以必有橋樑 一定要有橋樑 或是它是潜水的 你可以忍走過去 那這樣無難遠呢 你準理應得 這個不可以打解到大界裡面 所以律 比丘尼的界律裡面 他講 水者獨不能渡 就是你不能夠 自己一個人渡過河流呢 那這個齒通界內外 就是大界內也有河流 大界外也有河流 那表示呢 大界內也有河流 這個是潜水的 或是比丘尼他可以過去 所以他把這個水也結進來了 或是他不能可以一個人去過河流的 那所以這個是 引這個比丘尼的界律呢 來解釋說呢 為什麼說原則上 所以你要知道 原則上是不結入河流 但是有例外 就剛才前面講 原則上 這個早課之前 早課的時候不要做結末 但是有例外 就是你明相出之前 你把它結末法做完了 那也可以 或是你有河流 可是你有橋 船 過去那也可以 就是有原則也有例外 你用本部律 來解釋本部律 這樣要了解 淨圖 淨圖五經也是這樣 你看四十八大院 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你講四十八大院 這個第十八大院 適我得佛 十方眾生 乃至十念 持我名號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訣 為處五逆 毀謗正法 這無量壽經講 毀謗正法 你不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第十八大院 但是你到光無量壽經以後 一樣是淨圖 什麼的人都可以 光無量壽經 下品的人 下品的人 犯戒的 五逆十惡的 五逆十惡 下品下生 五逆十惡都可以往生 所以這個 用本 用我們的經 再解釋 相關的經 也是一樣 阿彌陀佛的經 那為什麼 那邊講說 毀謗正法 不能可以 往生極樂世界 他 他 都不信因果了 他會念佛嗎 他都 覺得 沒有阿彌陀佛 他會念佛嗎 他當然不會 他毀謗了 他怎麼會念佛呢 所以 為處五 五逆 毀謗正法 照五逆罪的人 他怎麼會念佛呢 所以他不會有 十念法 就是通常來看 但是到 《光無量壽經》裡面 他有下品下生的人 為什麼 就是這個人 他特別碰到善之士 教導他 探悔 然後趕快念佛 他照五逆十惡了 毀謗了 結果 舉手舉足之間 或是念無量壽佛 他往生了 也有下品 所以就說呢 有通途 有例外 例外他也會往生 就是因為 他碰到善之士了 碰到有緣的人 他又相信了 他 趕快懺悔 趕快呢 往生了 有沒有 所以這邊就是說呢 用經來解經 用 你單步經來解經 有些事要 別的論 或是別步來解釋 經也是這樣 律也是這樣 我再講一個 所以你們不要睡覺 譬如說 中英聲 經跟論也是一樣 下面會再講別步律的 我們現在是本步律解釋本步嗎 現在再來就 他步解釋他步 或是他步 或是根本步 來解釋 一樣 經論也是這樣 我先講 經論也是這樣 譬如說好 這個經論呢 有些講啊 譬如說我們呢 有中英聲 那這個中英聲 我們說死亡 跟誕生的中間 叫做中英聲 我們所謂靈魂 所謂鬼魂 其實鬼 鬼是惡鬼道 它是另外一個道 我們講中英聲 他不是投身到惡鬼道 他是在中間 就是 我一斷氣以後 其實49天裡面 那你要決定你投套到哪一道 這叫中間的過程 這叫中英聲 這個 瑜伽斯律裡面講 中有 我們說有生有 死有 中有 就是生死當中 你下一輩子要生 這一輩子死掉了 中間的過程 這叫中有 也叫做中英聲 所以在 這個 一般來講 叫做靈魂 那有些人就問問 說 你地獄有沒有中英聲 我下地獄有沒有中英聲 我死掉了以後 那我下地獄 我是不是到地獄道 那我有沒有中英聲 中間的過程 我們說中英聲 那個中英聲 剛開始中英聲是小小的 七天一個變化 越來越大 七天一個變化 那有沒有中英聲 有些人說有 有些人說沒有 到底有沒有中英聲 還是都有中英聲 還是下地獄沒有中英聲 其實地獄有很多種 地獄不是只有一種 地藏經讀過吧 地獄有好幾種 最嚴重的才是阿比地獄 其他有什麼八大地獄 二十小地獄 很多地獄 地獄有很多種 不是只有一種 惡鬼道也有很多種 有福報的惡鬼 沒有福報的惡鬼 天界有很多種 所以每種類都是很多種的 地獄有很多種 百千種地獄 所以這個 有些人就講說 不會有中英聲 有些人說有 所以在一起事例裡面 他講說通通有 這中有在死聲之間 有些叫做見達福 尋相顧 他會尋相 就是我們往生的時候 會去找你的有緣的 有些人會尋相 就是他聞到那個氣味 或者是他會看到那個環境 你看那個地獄的 他會 譬如說好的 他邪癮的 或是他愛殺生的 他就看到他邪癮的對象 男女色 或是他想要吃什麼 聞到香味的 這邊煮什麼好料的 趕快去 要吃了 趕快要吃了 等他要吃的時候 就變成 銅碗 鐵枝 引銅枝 引鐵碗 就變化了 他要吃了 看到這個女的很漂亮 要去找他 嘻嘻玩笑 他所願意的 一看到要爆了 一爆 變成了刀山見海 有沒有 經常都在這樣講的 就是他顛倒想 所以你才會去 他聞到香味了 或是看到男女色了 他就趕快要去了 他顛倒想 顛倒想 顛倒想 不然你 你真的有刀山見海 你要去嗎 你會不會去 不會 所以 利益的時候 是他願意去的 他一去 就變成刀山見海 火鍋 或是什麼 這些很痛苦的 那這個就是他顛倒想 這叫中有 所以這個 他是化身的 有叫去身 他會去向他 或是叫異形 他叫他意念 意念 去依止那個往生的地方 他生的時候 都是化身 所以中陰生 就是我們說 靈魂它是化身的 六處俱足 尤其是路面講 說六處 就是我們往生六道 往生六道的時候 他都會有中有 他都會有中陰生 所以換句話說 下地獄也會有中陰生 所以他 尤其是跟他講 如 那羅家 那羅家是地獄 如那羅家呢 如是呢 他墮入那羅家 終身 墮入好像呢 在地獄當中的鬼畜一樣 所謂靈魂嘛 他要墮入地獄的時候 他先到地獄 他看到那麼好的 漂亮的 好吃的 好穿的 好漂亮的女人 他就去了 他要去吃啊 他要去呢 擁抱啊 一下子 變成地獄了 所以 所以呢 有些人就講 那這樣下地獄是 一定有中陰生 可是我們也有看到經上 佛經裡面有講呢 深深陷入阿比大地獄 有沒有 深深陷入阿比大地獄 有沒有 你看不到中陰生的 有些人會講說 沒有經過中陰生 就馬上陷入地獄 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經上也有講 最有名的就是提伯達多 提伯達多呢 他最後呢 他犯忤逆罪嘛 出佛生血沙 這個呢 這個 要破荷生沙阿羅漢尼 要 要害佛啊 他死個指甲呢 用毒藥 說佛要來懺悔 我要跟你懺悔 我們以前呢 要鼎禮呢 我們要頭面接主歸命禮嘛 所以其實呢 印度的禮節 那個手啊 會去摸你的腳 禮拜的人會摸 比丘的腳 所以 我們現在只有北船 他會翻掌 南船跟藏船呢 他們沒有翻掌 北船為什麼會翻掌呢 就代表這個意思 頭面接主歸命禮 接主就是禮拜的人要摸 要摸比丘 要摸佛的腳 這個我沒有 我跟你講過嘛 我就是到馬來西亞 碰到一個印度的小孩子 他媽媽說來 拜拜 跟師父拜拜 這小孩子馬上衝過來 他頂禮的時候 他摸我的腳 我嚇了一跳 小孩子 我想 奇怪 這小孩子怎麼會 這一招 他真的摸你的腳 所以你在經上會看到呢 譬如說武通仙人 武通仙人呢 他 或是他是仙人呢 他 從天上飛來 那王宮裡面的宮女呢 他會接主 他會接他的主 有沒有 就降下他的主 那仙人呢 恰好 升取欲望呢 因為手呢 太柔軟了 結果沒有神通了 本來都要飛回去的 現在不能飛的 用走的 他會接主 知道吧 所以這裡就是說呢 這個提摩達多呢 他要禮拜佛的時候呢 因為你會接主啊 就是你會去噴佛的腳 他要利用這個機會 把這個指甲掐進去 要害死佛 還沒有走到佛前啊 還沒有佛到佛前呢 他就假裝 我要來懺悔 要跟佛報告啊 我就看著他 他還沒有走到佛前呢 大地呢 裂出一個大坑線呢 提摩達多呢 深深堕入阿比地獄 這個玄壮大師的大唐西域 那個有記載 他有去看過這個地獄 他這個大坑線 還有一個 所以他深深堕入阿比地獄啊 他自己就看到他 他下地獄去了 他看起來沒有中油 所以其實他死掉了嘛 他一定 掉下去一定是馬上死掉 馬上死掉 其實如果按照佛前來看呢 他應該會有中陰生 就是他呢 會有個中油出現嘛 可是他馬上要進入阿比地獄 所以這個時間非常短 所以會看起來說沒有中陰生 因為那個時間太短了 他一死掉 這個 這個 所謂中陰生已現前 其實馬上入地獄了 馬上變成地獄的 所以看起來很短 看起來是沒有 深深堕入地獄 也有這樣講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是那個 讚哲女啊 就是一個婆羅門的女孩子 她呢 來聽經 來聽經 後來呢 外道呢 就叫她來毀謗 世尊 她就肚子綁一個木盆 說我懷孕了 她就每個每天呢 每天都來 好幾個月以後呢 每天都來喔 都來聽經喔 好幾個月以後呢 她說她懷孕了 然後就當場呢 毀謗世尊 說這個孩子就是你的 世家摩尼佛都沒有講話 這個天神啊 第四天呢 馬上呢 變化了 變成一隻老鼠呢 跑進去他的衣服裡面呢 咬他 把這個繩子 他綁的那個 那個肚子裡面那個 桶子呢 把他來咬掉下來了 一掉下 他痛得要命呢 原來根本沒有懷孕啊 他綁一個木盆子嘛 這就 這個謊言就露現了 這個大地馬上啊 你看經典上講 大地馬上裂開 深深墮入阿比地獄 看起來沒有中英生 他馬上看到他自己墮入地獄 這件事情 玄壯大師他也記載 這個地獄 所以古代他都看到他深深的一個 大的勾芡裡面 是真的事情 玄壯大師去到印度取經都還看到 當然現在就看不到啦 不曉得在哪裡了 所以表示說你要去匯通 就表示說呢 經論有些講的呢 那你要去匯通 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 我們說三界 唯心照萬法唯師線啊 你活活生生墮入地獄也有的 你看活活生生被雷弓打死的也有 馬上下地獄的也有 他的萬法唯師線 他因為他的意報呢 他看起來好像沒有 他馬上就墮入地獄了 但是經 但論點上講的呢 他是一般狀況 一般狀況呢 他會有中陰 那你現在講的是阿比地獄 那是最嚴重的 一般狀況地獄他有不同 有拍球地獄 交換地獄 分尿地獄 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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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他是呢 他是那個好像呢 他先到地獄去看一看 哦這個很好啊 我剛才講的 他這個時間叫做中有 這時間叫做中陰生 哦 所以還有一段時間有可能 哦 所以這裡就說呢 經論呢 要去會通也是一樣 有時候用這部經 決斷 那一部經 同樣的異理 有時候用這部經 決斷那一部論 差不多的異理 所以這邊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用這部律 決斷我們這部律的一個地方 有疑問 相關的 像剛才舉那個淨土的阿彌陀佛的 往生的一樣 我們或是我們用這部律 決斷他部律 我們下面就看了 都是有可能的 好再看 看二百零一頁 看二百零一頁 自有本文還決本律 這邊是呢 畢竟他如前所引二心解戒 引淨地等 皆本律事而 這我不多說了 二心解戒說呢 你 我的大戒呢 你呢 這個比丘啦 起二心的 你們戒大戒 我就把它戒掉 你用二心的呢 來戒我的大戒 是不成就的 為什麼呢 引淨地等 這就是我們本律裡面 他都有例子呢 你要來搗蛋呢 不可以的 第二個 自有本律一文 即自決通 就自己決通自己 如三小戒不立相 還以三小戒某覺知 三小戒也是我們剛才講大戒 現在是小戒 大戒有東南西北角 就是小戒 可是小戒沒有 小戒是我做的地方就是戒 身集合的做的地方就是戒 這是比較特殊的 那這個呢 他不立相 就是他不立呢 東南角 西南角 西北角 東北角 他有個戒標 他沒有立這個戒標 他以三小戒某呢 覺知 就是他呢 那個 三個小戒某 三個小戒的絕某呢 授戒小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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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治小戒 他有三個而已 就是用我們律文來解釋律文 有些他是用案例 那所以自己決通了 所以他這邊講 又如禁地不得身住 文允除去比丘 禁地呢 就是我們厨房灾堂的地方呢 不要住人 那這個 除去比丘 比丘不可以住在這個 厨房灾堂 你不可以跟飲食在一起 又禁地唱相 律影音唱防明 禁地就是我們呢 放飲食的地方嘛 你飲食要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律上講要唱出來哪個地方呢 譬如說廚房 灾堂 哪個地方你要把它講出來 哈以本文以絕本事 那就是呢 用意 有些呢 是用意絕的 好 那就是用本部律呢 這是 什麼意思呢 用 本部律的律文來決通 本部律的律文 或是用上下文 那第二個是什麼意思 第二個是上下文 類似案例 上下文他就自己可以決通的 那有些是呢 有些是你這裡的律文 你要找別篇的律文 一樣是四分律 來解釋 有些就是他上下 大概這一篇裡面上下 就可以解釋了 其實都是本部律的 再來是他部律 看第三 自有他部還決他部 那他部律呢 如極聲當中呢 多論道行 一句如 一句如就剛才我跟妳講 一句如色嘛 就是那個 兩里啊或是無理 就是我們類似像打鼓聲音的那個距離嘛 這個距離呢 你在道行的時候 就是比丘呢 在走路的時候 走路走到哪邊呢 我們現在要送戒啦 要打板擊中啦 那送戒的時候 我比丘走到這邊 我在道行的時候 那範圍多大 多大的比丘要來參加來解謀呢 那即以十頌六百部決之 十頌就是十頌律呢 因為薩伯多論是在解釋十頌律 就是他部律解釋他部律 那薩伯多論就是在解釋十頌律的 那這樣十頌律呢 的文又在解釋薩伯多論 因為薩伯多論只講一句流色 可是呢 十頌律有講六百部 他就用律來解釋那個論了 又如呢 申其律當中呢 講七數中間 不明兩中半分 那這時候 申其律講 一樣集合的 集合的範圍 所謂七數中間 七數六間 那七數六間 是我集合的時候呢 我的方圓之間 七數啊 比如說我七棵樹的範圍 我前後左右七棵樹的範圍 這個範圍裡面有筆丘 都要來集合到這邊來 那不明兩中半分 那七棵樹以外呢 他們也要做節目 那你不要跑不進我七棵樹裡面 那到底這個範圍有多大呢 人以哪 哪以呢 多論比丘遊行 有縱管自然 絕之 那這邊就是有那個自然界呢 的絕之 所以這個呢 那個在行之上裡面要講呢 他是呢 彼此兩眾呢 各一面有三十一部半 你就看這個第二的小柱那邊 升旗七樹這邊有沒有 這個扶桑吉士啊 小柱那邊扶桑吉士 升旗七樹呢 這邊有寫到一個三十一部半 有沒有 就是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七樹六間到底 這一棵樹跟一棵樹呢 它有距離嘛 一共有七棵樹的距離 那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圓圈範圍裡面 那假設我七棵樹之外 的比丘太要做這些方法呢 那這個範圍要多大呢 他就講用三十一部半來決定 那這個是 這個出家人開會集合的一個範圍 這些呢 這些現在都不用了啦 現在都不用這些範圍 因為我們現在都用結大戒來 來做了 但是 有些特殊的情況 你還是要了解的 這在上隨機節目才會 講得比較深的 比較詳細的 現在只是在談到說 他會用別部律來解釋這個的 在第四 只有本中反決他部律 本中反決他們 就用四分律來解釋他部律了 就剛才我跟你講經論也是這樣 我用這部經來跟你解釋那部論 如十松立他可分別的聚落 其醒來處 可分別的聚落就是 一個聚落是人住聚的地方叫聚落 那可分別 可分別就是他有圍牆有籬巴 叫做可分別 如果你這個地方 有沒有圍牆有沒有籬巴 他不曉得你的範圍多大 那你就是有圍牆有籬巴 就是一個可分別的聚落 那我們到這個地方 到底那個聚落界是要多大的範圍 這可分別看不清楚到的範圍多大 所以十松立寫的只是講可分別 那我用四分律 哪以四分律呢 春戒願相覺知 春 什麼春 張家村 李家村 他有一個籬巴圍牆 願若他有個籬巴圍牆 這個籬巴圍牆裡面呢 就是你的可分別聚落 用四分律來解釋你 所以這樣就是即使意思說 本部律決斷他部律也有 他部律來決斷本部律也有 本部律自己決斷他部律自己決斷通通有 所以用此注意騙尋於部 無部通達 翻過來 那你就能夠了解了 看204頁 問文藝俱缺未舉當部 未通他部 你剛才前面講的文藝俱缺未舉他部 有局限在我們當部 那這樣你有本部律跟他部律 那他部律也有文藝俱缺呢 回答 通該三藏何止本義啊 其實這些通該三藏就是經律論 都有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何止本義 你不會限制在這部經那一部論 或是這部戒那一部戒 你不會吧 我剛才不是也有舉述經論的意思嗎 有沒有 通通可以去決斷通的 不管是文藝俱缺 不是只有這部律或是他部律而已 連經跟論也是一樣 這個異理要怎麼樣去解釋 那我們都要去把它匯通的 那所以他講 他部有文即落後句 就是有律文的時候 他就落入後句 後句就是這個異句文缺 或是沒有律文 就是他部有律文 那我們本部沒有律文 本部沒有律文就是文缺 可是有這個異理 就異句那是第三例 那這個是 有無文故及無異 那如果沒有律文 那就沒有這個異理 那就變成文異俱缺 所以這個是了解的 再問異覺通中未通為舉 我們這個異覺 用異理來決斷來評斷 他呢是通還是舉 就用異理來決斷這件事情 是本部律而已 用異理來決斷 還是他部律也會呢 回答異通他部 他部律也會用異理的 譬如說講 史宋律摩德勒且論 史宋且論 尼無捨戒在受之意 比丘尼呢 我們說男眾可以七次出家受戒 可是女眾呢 比丘你只有一次 你捨戒了以後 無捨戒再來受 就不可以有捨戒再來受 受戒的事情 所以我們講 女眾呢 你出家只有一次 這個出家是指受戒喔 受大戒才算出家 你是小眾呢 都還不算的 所以有些人講 我們有些短期出家的女眾也去了 短期出家呢 這個沙咪也去了 我們短期出家 有些南傳的國家 很多短期出家呢 算不算呢 我說都不算 因為現在講出家 是指出家受大戒才算一次 你如果沒有受大戒都不算的 沙咪他不入申訴的 所以有些短期出家 師父我短期出家 已經出家好幾年了 我超過七次了 我說你超過一百次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沙咪出家都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短期出家都只是受沙咪戒對作而已 那些都不會 都不會 不會算次數的 要受登堂大戒 才是一次而已 那這樣呢 是宋律跟摩德勒確認 他都有記載 可是道訓律是在把它決通 他說決隐 就是用義理來決斷 應得下惡眾 有些人就問他可不可以再出家呢 可以再出家 但是不能受大戒 所以坐下惡眾 就是他只能當沙咪尼跟四叉摩那裡 他不能夠當比丘尼的 他不能夠受大戒 我剛才講 受大戒才是正式的出家 那所以這邊就說 比丘尼有些人講 我凡屬再來出家 我說你絕對不能受大戒 你一受大戒你就完蛋了 就賊住了 你不受大戒 你出家好好在三寶寺上 一樣 沙咪尼你好好幫忙 誓願 那這樣是還可以 再來看 又石聖律講 令五眾受日 五眾便受 就是五眾是出家五眾 出家五眾 比丘對比丘 比丘尼對比丘尼 沙咪尼對沙咪尼 沙咪尼對沙咪尼 沙咪尼 準前沿告 準前沿告云 那如果我 譬如說你沙咪只有一個人 或是我比丘只有一個人 那沒有人可以做對手法的時候 你要找一個人做對手法 沒有人拿沙咪只有一個人 他也不能找沙咪 因為沙咪要找沙咪 比丘要找比丘 或是我比丘在的時候 沒有人跟我講 沒有人可以做對手了 怎麼辦 你就告訴別的人 用告訴就好了 不用做對手法 沙咪也是一樣 沙咪就是告訴比丘 他要做什麼事情 他要請假 他要做什麼事情 那這個就是用告訴的這樣 因為你應該是找當部眾 現在沒有當部眾 沒有第二個人 或是找不到人 那這樣你就是告訴其他人 如果沒有出家人 那告訴在家人 我出去一下 我出去幹什麼事情 什麼時候回來 就是用這個方法 所以這邊就是用義理來決斷 這個決斷呢 是決斷時送律 所以連他部律 道宣律師也用義理來決斷他 所以可見不是只有現當部 所以我剛才不是舉經嗎 經論也是這樣 所以你了解說 其實碰到問題的時候 講這麼多 這邊我講的很多 講比較詳細了 因為這邊是最複雜的 可是你要懂這個規則 這個規則說 我們學界要有一個根據 學經論也是要有一個根據 有疑問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先用本部律 不然的話就要用引他部律 我們學經論也是這樣 我們相關的淨土的經來引用 或是論來引用 或是有他部律 乃至我們可以用經跟論 再來解釋律也可以 那個經跟論有些有問題的 那也要用戒來解釋他也是可以的 所以他是互通的 這就是主要是說 這邊有很繁雜的地方 所以那個古多錯覺 不覺也太煩 虐意非難 但恐不解 語意未盡 學者更想 學妹就說 我不能再講太多了 這一講太多了 你會覺得太煩了 那其他的地方 你就自己再去詳細去了解 所以林治律師他講得非常詳細 因為他舉很多例子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向下文場 福利來日 回向 回合場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阿彌陀佛 在이랑 googled 終於 期待 我們 換 好了 感谢观看